我們請到坐到台上 那speakers please 請坐 OK 朋友有趣喔 我們今天其實有三個主題 一個是講這個 Cambodia 還有他妹公和流域的相關的計畫 然後一個是農業殘留 他也用到國際的計畫 那你這邊國家保障呢 你像跟台灣跟整個歷史關係比較大 台灣跟美國跟其他東南亞 是不是可以複製這樣的東西 或許可以來談一下 那我們就先開放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來 第一個 妳第二個 女士優先 嗨 那個蕭新勝候選人您好 就是我對國家保障 國家保障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就是 也不算疑問啦 就是一個建議跟未來可能實現的方向 就是因為台灣之前 也被荷蘭跟西班牙就是佔領過部分 那請問什麼時候要把國家保障 拓展到荷蘭跟西班牙的archive 去也殺到志工去做這樣資料collection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請問國家保障的app 什麼時候要開發android系統 這位其實是我們的志工之一 所以算是暗裝 所以大家要感謝他一下 而且他也幫我們貢獻了很多很多筆資料 那當然就是去荷蘭檔案局 一直似乎在我們的計畫之中 那至於什麼時候去就是什麼時候有經費 所以請大家都按那個捐款那個按鈕 按夠多了我們就會去荷蘭 就會開始拍 那我們其實另外一個也是日本 日本檔案局 也去探勘過然後也知道裡面有很多很多資料 那但是比起美國檔案局 日本檔案局是台灣歷史界已經算是很熟悉 也很常在利用 所以日本檔案局的東西應該大家不陌生 那所以也會想去 那至於這個android是因為 因為我不會寫android 所以android工程師來喔 這個請貢獻 對請幫忙寫call 謝謝 請問tschaft謝 要是資料 是貴書 有叫做網民 要寫上網 superficial 這個蠱卡 It's already open, completely with the API So on our Facebook, there's an open API There's an instruction on how to use our open API Yeah, but I'm wondering, do you have any kind of format to open the data format Or it's just the information, put it on Facebook or something Yeah, there's a metadata And the metadat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metadata So we use their metadata Yes 請問那個手寫字的OCEA是怎麼做的,謝謝 那不是我們自己做的,那是Google Vision API 所以我們是用Google Vision的,那不是open source,是要簽的 所以很需要捐款 說到捐款,我也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蕭清澄 就是因為這一次很特別的,雖然說是開放資料 但一般我們來看到開放資料是比較是政府單方便這邊來提供資料 那這一次看起來會是比較有個人 然後藉由群眾的方式來去制工等等 來共同一起努力來去實現這個開放資料 那我說你們有考慮說 或是說你們有試則和政府去 或是說甚至政府也有主動的來去跟您這邊來去做接洽 希望可以透過您這邊來去一起號召更多人來一起協助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你在 你號召數百位的國外的美國這邊的志工 然後去在圖書館 檔案局或是說各個地方來去做 就是做這些收資料的動作 我說你覺得過程當中最困難的地方是在哪裡 可以跟我們再分享一下 然後你自己在過程當中 你覺得你收獲最大的一個保障是什麼 謝謝 關於政府部門,我們的確文化部有跟我們接觸 他也對我們很有興趣 那文化部現在正在建置那個國家記憶資料庫 那所以也很想要跟我們接軌 那我們當然也是很有興趣的 但是大家知道要拿國家的補助 尤其是大金額的話 你知道有一些東西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去 對,去handle這個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一些政府補助案很有心得的話 麻煩請幫忙一下 對對對 那剛剛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號召數百名志工在收集這些動作 因為我剛剛看你那個影片是 你要一個人在那邊拍然後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覺得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或是你自己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最困難的挑戰在哪裡 就是怎麼完成把這些資料 這些很舊的檔案資料 然後上傳到網路 然後去做文字或圖片辨識 然後變成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到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志工來拍 拍了之後就一股腦的 就往資料庫裡面到 那最困難的就是整理這些 把這些分門別類 比如說這是日據時期的 然後這個是國民政府時期 這是美元然後這是什麼 而且又很多是帳策 超大一部分是一本一本的 會計帳策 帳目等等的 所以最困難的地方是 怎麼樣把這些分門別類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怎麼樣人家來使用這些東西 因為你整理的不好人家來 然後看到一堆東西就不想看 那所以這怎麼樣提高這些使用率 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那至於第三個我們學到的部分 當然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就是在土炮一個開放資料庫 對不對就是土法煉鋼 那就是說怎麼樣讓它就像剛剛說 怎麼樣使用率讓它更高讓它更有價值 就其實一直以來國使館啊 資料那個行政院的資料檔案局 都有跟我們聯繫 那只是因為不管是metadata的部分 還是其他部分就是一直 目前還沒有整個完全都在一起 那怎麼樣讓這個效益能夠擴到最大 然後讓大家都能來使用 然後大家會來一起pitch in 一起完善我們的OCR的這個文字化跟這個翻譯 那目前還沒有 大家沒有感覺到動起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很棒的計畫 可是真正來用的來看的 來幫忙除錯的幫忙翻譯的 其實也不多 所以就希望就是這一次 因為這是第一個在台灣的 這個官員國家保障的演講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在美國在推動 那我也是剛回來 所以希望能夠繼續推動 那不好意思我可以再插一下 所以說如果今天你講的內容又被媒體報導的話 你是不是又頭腰洗下去了 沒有沒有 沒有我們 媒體報導已經還好 就是如果捐個一百萬的話 那我可能 沒有沒有現在正在選舉 正在選舉喔 正在選舉喔 對不對 再插個話 你在哪裡選 我就在這裡 這是我選區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 對 南港內湖的朋友 對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這個東西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 很像是訪問對岸的學者 他快80歲 他專門研究老蔣的 蔣介石的 他說他最後他跑去也是去美國 圖書館待了四個月 然後每天都是 四年 每天就是去抄他的日記 可是他你看他就沒有open 他把他寫他的文字 寫下來 那是胡佛圖書館 胡佛圖書館其實是私人的 所以他不open 我們去過胡佛 他那個老講的日記 他是只讓你看 他不讓你抄 不讓你拍照 你看完你就還他 所以他不open 我們就沒辦法open 那美國國家檔案局 是因為是公家聯邦政府的 所以他是預設是open 那我們就可以去可以拍照可以open 可是我們學術單位 可能像做你這樣的事情的人 可能也有 但是就放在他的實驗室 對 就放在他的實驗室裡面 他就是開心了 他就會open 對 不好意思 攻擊到一些歷史研究者 不要恨我 因為這個 他弄起來 他覺得你沒有我有 結果他去 他當然就一直 這樣他才可以後面 這我沒有說 對 但大致上是這樣沒有錯 好 各位還沒有問題 來 嗨 不好意思我想要詢問一下 有關於那個 剛才的農業資料庫的部分 那個首先第一個 剛剛看你們把四個國家的 那個整合起來 但是有些國家的 就是像韓國要用人工處理的方式 那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部分 是也有類似的狀況 那第二個部分是 主要是這四個國家 那之前也有想說 我們農產品為了 協助 博留還是怎樣 反正台北農產品 運銷公司也要去 博留那個 那個送蔬菜 然後所以 有沒有可能說 有其他的國家 也在進行的 那個農業資料庫的 處理的部分 謝謝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就是其實 美國原本也是有一個單位有做 然後原本是學術單位 但是後來就是 轉成商業化了 所以它變成說是要每年付費 才可以去使用 那當然我們做的角度當然就是 就是以免費來使用 這樣子當作出發點 那另外一個剛剛提到的 其他的資料 是不是都還需要手工處理 我們大份資料就是 真的就是 大家分時間去把資料一個一筆 貼回來 貼回來 這種比較笨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因為其實就變成說 各國轉資料之外 我們還需要再人工的去檢驗 像我剛剛那些問題 其實我都沒有解決掉 所以它其實還是一個可查詢 但是資料 可能會有錯誤的情形 對那個後面還是需要 由專業知識的人去看 就相對沒有那麼簡單 對謝謝 其實我今天聽到他們兩位 感覺資料除了 以前我們就講清資料清很久 你們是撿垃圾還要撿很久 歷史的垃圾 開玩笑不是垃圾 來阿端 我想問一下 這個這麼好的專案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去選舉了 要是11月底選上怎麼辦 這第一個問題 見出來嗎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也想 就是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因為你除了在做國家保障之外 之前在美東也做G0V的 這個黑客松跟社群 那現在就是從G0V 就是轉換了一個 等於跟昨天那個RV 狀況很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但是你是社群 然後你出去了 然後要參政 那這個心路歷程是什麼 也稍微分享一下吧 政界發表回 有一點 對 還有一分鐘 那選上怎麼辦 選上就 就繼續 對啊還是可以 因為沒有我們國家保障團隊 其實在紐約 所以有很堅強的一個團隊 我不是唯一發起人 我是共同發起人 所以我們有三個 共同發起人 那當然我是唯一的工程師啊 那當然有希望 我選上之後 有其他的工程師 繼續加入 但是因為我之前那個 扣寫的很亂 每一個人 然後時間又趕 所以 別人要加入 就是我們要先坐下來 跟我聊一聊 跟我聊個一個月這樣子 那沒關係 我選上之後 會比現在閒 現在選舉比較忙 那所以就是 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傳承 那當然我會自己 我現在還是繼續在維護 所以現在算選一選 有時候回到辦公室 還是要寫個call 把那個bug抓來抓 因為志工又要開團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 那心路歷程 就是 就跟阿V 可能昨天有人看過阿V 反過來 那我從G00V進到政治 我是覺得 就是 只要是在做有意義的事情 在哪裡做都一樣 就是 其實我寫程式 我進到台北市議會 就是繼續寫程式 所以 不會變成不一樣 對 講到好 那個 市議員有六個助理 你可以雇六個工程師幫你寫 好 祝福他 有四年 好 各位還有問題 來 不好意思 我剛才在另外一間 所以沒有辦法 完全聽到聲明 所以如果我的問題 有重複的話 請提醒我 就是這個計畫 目前是在歷史的領域 歷史資料的領域 用的比較多 不曉得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關於授權 或是關於著作財產的這個問題 因為在文化領域 要做類似的東西 我們最大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是我的材料 我為什麼要給你的 這一個心理障礙 所以我想知道你們這個過程 雖然這些歷史 這些資料都已經是過去的人 你找不到授權人 可是對這個過程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部分的問題 對 好 不好意思 所以就授權對事 但如果是政府間的文書 比如說是外交部發給台灣 外交部的文書 這些一定都是開放的 因為是聯邦資料 聯邦檔案 那在檔案局裡面 自然就是開放 會碰到授權 是可能 檔案局裡面搜了一本 比如說那個時候 中美合作時期的一本雜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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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雜誌就會有版權問題 或者是一些影片 就會有版權問題 那當然我們就是會 根據檔案局跟我們說的 版權的那個使用 而去注意 對不對 各位還沒有問題 也一樣跟那個國家保障有關係的問題 您剛才提到說 你在就是 玩家在使用你們APP去 解任務的時候 就是 系統給你什麼任務你就去解 那 你們在如何 你們是如何判斷說 這些任務是該解的 也就是說就是 這些東西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 那這個評判的標準 因為畢竟美國檔案局 其實他們其實 資料非常非常多 有些其實跟 不要說跟台灣 跟亞洲搞不好 巴乾的打不照邊 那如何去評斷說 這東西跟台灣有關係 那我們第一步會去 就是那個系統資料庫 後面有一個資料庫 是我們先整理好 就是 你在美國檔案局上面 先搜尋台灣 光台灣就會出現幾萬筆 然後就先把那個 當成任務分派 那當然你去搜尋台北 搜尋福爾摩沙 搜尋高雄金門新竹 都會有其他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會陸陸續續在放置 所以是有先第一個過程 是先把美國 國家檔案局裡面 跟台灣有關的全部 那當然有一些是 你搜尋台灣 他也不會出來的 比如說什麼 空軍第五小隊 你搜尋台灣他不會出來 可是可能在二戰時期 那個小隊來轟炸台北 那可能這就是要歷史研究者 跟我們講 我們才會知道 所以我們跟這個歷史研究團隊 一直都有在合作 然後希望就是把這個 建得更完善 那當然是我們光是搜尋台灣 這些東西我們就已經拍不完了 對對對 所以先把這個拍完 下一步我們再說 請問者 有問題嗎 我會有一個問題嗎 Titra Titra 你講到 Southeast Asia 有五個國家 的沈海海海… 都尋找一些 但是,你知不知道 多少多少都可以收到現在 第二個問題 我們在台灣 韓國 我們 有一個 不是 有的 最近这些三个国家也在一起想要建设计一些 toolkits 在 Southeast Asia 你有没有想像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活动吗 现在我们有50,000 data sets 在我们的方式 我们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 但其实我们有一个大领域 我们想展开到澳洲 所以我们有10个国家 我们也找到有可能的合作 例如台湾和韩国 或其他国家也在澳洲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予设计 不同的予设计 不同的予设计 所以我们需要讨设计 找到哪些公开 to communicate or centralize the database and cross from one website to another website instead of single how you cannot search from one to another one so it needs a lot of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how we can centralize not only in the region but also across the country as well you know so that the main point because the system you know not only work you know like connect us like in person but also the system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and work together as well is there any civil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just like G0B I there is but as I mentioned to you earlier most of the open data platform in South Asia right now you know they focus only one or two specific topic so it need to you know when we touch on the like the topic of open data it we need to mainstream and we need to work on different topic area not only one specific so you need to you know like work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 but for for my project we you know we are not the advocacy organization and we touch on 16 or 17 topic area so everybody can come and then they can not only download about the information about for example like revenue but also they can look on what ar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bout the hello education so it's not easy to kind to find out this kind of platform so but you know but of course there is an initiative and there is an open data platform that we can identify and work together in the in South Asian or in Asian country okay oh thank you for all your presentation and I have a one question to mr. Lee and young and T and oh first of all to mr. Lee and young by the way I come from Korea so yeah it was a really interesting topic about the the so the agriculture data and I maybe I didn't catch pro fully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what is the old problem when you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Thai Korea or any other country so do you consider to make some standard what do you to each country because all the data are coming from different way and different forms of so are you up to you consider to make a guideline and keep it to them and then get more like a proper data to use so maybe this kind of like making standards also related to UT so maybe six different the country collecting different data and different sector so do you also give a guideline to pick up so is it yeah I don't know like say make you understand properly 好抱歉我用中文回答就是其實那個農藥殘留標準它的資料相對比較簡單它就是一個農藥名就是化學的成分的名字然後一個就是可以用的物就是作物的名字然後再加一個數值那數就是允許的標準那基本上就看這三個值而已所以在每一個國家 它列出來的數值都蠻簡單的都蠻簡單的所以它就不太需要太多的標準去制定對然後我們就當初就直接把這些選項抓出來然後就可以直接對應在一起了謝謝 謝謝 這個技術的資料證明是從事實上是一樣的 但是資料證明是一樣的 那我給一個評論好了因為實際上就是我們等於是兩種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嘛就是一個是技術人員一個是真正的 data creation的人或是 data formalized的人 那所以實際上如果從技術這一端的話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個人大概就是一直follow open data 這一個部分的API 其實follow也算蠻長的時間 大概就接近三年 那我後來覺得其實台灣這一段 目前我們應該說從這個生態 或是從G0V不斷的去推各種 open data 的這個情況 我是覺得好像有比較長足的進步 那同時比如說我對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今天很高興的是 我們看到了柬埔寨這邊有ODC的這個部分 雖然不曉得他們會不會形成 data API 的形式 那或者是說從技術端的話 如果韓國日本這邊 因為我個人每一年大概會去日本開一次會 那所以其實日本那邊 因為我本身念Computer Science出身的 所以他們其實技術端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open data的部分 可能Data API 的部分 有的時候反而是像是技術太好 反而open出來的你要讀很多的文件 你才有辦法去讓本身寫程式的人才會用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因為其實我個人也是從去年開始才比較 真正的就是比較參與跨國形式的這個資料整合 跟 API 的這個使用的這個狀態 所以反正今年很可惜就是我們忙過頭 所以我今年的亞洲黑客送我們沒有參加 對 那可是其實如果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像今年有G0V Summit 好不容易有一個國際的場合 那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大家討論的這個機會 感覺非常的不錯 你挖坑給我們那個小皮 我會想問一下 G0V Asia Krey Kong Krey Kong 是從泰國 他屬於新的大陸 新的大陸 移動的 新的大陸 Future forward Future forward 新的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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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但我問問是不關於政治 我會想問問問 我問問問 妳可說 借菜 辯 是歐佛 你覺得有的推廣 趟利和 Hmmm 我手部 去 一對 你 我ر在 CARB ZHA 有新的 ína 仍製 aje 進 Green Cambodian, right, if I understand right, is have you have any case study that from from that one is that it's a background like like it's it's similar to fix my street report some garbage in in the canal, right, the Green Cambodian application and then that that one is that how after it implement how it was and and also it's a can you connect to to the city government therefore provide that data to them thank you first yeah actually there is a application especially in term to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in especially in the Phnom Penh capital and but I mean that internal data sharing it's the limit you know so there is some community who contribute to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and the organizer also use that to generate the the report from that application and they inform to the stakeholder how to improve but again the I mean in term of sharing and also the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the limit on this as well yeah okay anyone I want to answer to question from Korea about the standout or the guideline so actually you know like open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also over panel in the Mekong region we I think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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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for us because we yeah we we not use different like platform we have only one IT architecture so we designed the what we call like universal taxonomy this is the overall framework so we have a serpentine topic area and and the main category we have a subtopic area in total we have around 400 topic so each country panel we work on the same category you know like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you know volunteer contribute to the resource to the platform i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but how you organize how you structure that information is very challenging for the open data platform and when you try to not only present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bu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t could be like 10 years 20 years so it's very challenging if you not consider about the structure or how to manage all kind of information and especially acros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you know so of course for my project we design the universal taxonomy to cover so each five country I mean each country they have to follow the same standard we have our own guideline you know so they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 it needs to fit the minimum standard otherwise we cannot allow them to public on our website yeah and currently we also open for the crowd like sourcing so everybody can contribute and they can create their their name and they also can upload their resource on our platform as well but we this is a new strategy for ou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we have a limit like human resource to like review before that let it lie on our website yeah okay next one quick yeah 那個你好我想要再對國家跑帳提出一個疑問 也不是疑問啦就是身為志工在翻拍過程中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因為每一次被指派任務的時候會拿到兩大碟資料 那這個資料其實很難在一天之內拍完 所以就我上一次的經驗呢 我第一天拍了一個多個資料夾 第二天就把這份資料拍完又拿了一個新的任務 然後另外一個新的任務我就只開始了一點點 那這樣子的話我相信這是每個志工都會遇到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辦法每一次都真的拍到一個段落 那導致每次拍出來的資料會有很多的破碎資料的狀況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譬如說下一個志工接手 把這份資料這次安排的這個任務的這個archive整個拍完整 或是其他方式來減少破碎的資料 沒有錯這個是我們正在開發的開發到一半的這個 就是志工接力的這個任務可以接力完成 目前沒辦法接力所以有很多破碎的任務 那對徵求工程師幫忙謝謝 祝福你接下來有六個工程師幫你忙 六個 我也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因為我們剛好林昌佐委員在這邊 問他說為什麼你要一直自助行挑你的音樂在我們GTV上面 那三天了聽三天了 二十秒回答 沒有就只是因為貴主辦單位來問說那個要不要授權費 我說不用他就一直播了 別人大概都要錢只有我說不用 好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這邊講一下閃靈獲程最大贏家 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公播版的音樂 感謝 OK 今天的這個會議謝謝大家的參與 其實今天有不一樣 其實從農業有用到各國的資料 然後他這邊 Cloud Source Volunteer 應該你可以複製到別的國家 東奈亞其實也需要很多的 這個國歷史的烤雞 都可以用你的 你有不一樣語言版嗎 開放 We are open source So everybody you can just use the same platform You can use their platform It's open source And another problem is the Ctri from Cambodia They have the Megong project I know it's a big project And it's already have a platform Different language working together One platform And probably you know in Asia For example Taiwan and Korea We have Hexong this year We found We although we emphasize You should use not only your country Hexong You should use the other country But most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still use their open data They use very limited the other country data So one platform One API For different language in Asia It's very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OK 好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給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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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